欢迎来到加州江太公频道 大家好 中美贸易协议 这个已经说了一年多了 终于到现在有了一个结论 就是基本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一揽子的这个协议吧 但是它也是一个第一阶段的 我觉得这个能签了也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这个协议也是反反复复说了多少回 你看说要签成了最后又弄不成了 这一直弄一直弄到现在 那么现在这个呢 张太公看呢可能是要签成 我先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后面再来分析啊 为什么我说这次可能会签成呢 因为这次他对待这个协议的态度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签不签 最后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两句话 这个事情就一风吹了 就搁之不假了 那么这次我觉得中共这边还是有些态度的 首先它是在12月13号23点 那就是半夜 就等下23点11点吧 它这个急忙急紧张张的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而且它这次还不仅仅是外交部 那华春莹呢 跟爽了出来一说 它这次是五个部门 那么我把这五个人给大家说一下 先看看 它这个协议啊 绝对是最后 这个老大爷也发话了 然后把各个部门的人放到一块 最后达成了一个统一意见 然后大家出来 讲这个事情 而且这次它是一下 出来了五个部门的人 证明对这个事情还是有相当的重视的 另外从发布的这个时间点 那肯定是他 把这些事情就讨论了一天 在最后达成协议以后 第一时间放出来 他也怕出意外 他也怕一看 美方如果得不到你的肯定 15号的关税一加 后面的谈判就更难谈了 那么他这五个人是谁呢 这个是 首先是发改委的主任 林吉哲 第二呢是中央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 财政部副部长廖小明 第三是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第四是农业部副部长韩俊 第五是商务部副部长 其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那么他这五个人 你看基本上就跟这个贸易谈判 这一块就对到一块了 也就是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 首先从发言人这一块 他很郑重的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这个形式上面是比较正规的 然后呢在这个发布会 开的这个时间点上 也是你想他能弄到这个半夜来发 那肯定是大家讨论完了一个结果以后 大家都认可 也得到了老大的首肯 这才出来 大家来公布这个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共 尽管有忽悠的成分 但是可能逼到这个程度 他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他可能也会 兑现一部分承诺吧 当然这个稿子他有全文 就是他发布会这个有全文 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 我一搜就有 也是洋洋沙沙说的很多 让我来说呢都是避重就轻 都是讲的那冠面堂皇的话 实际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啊 就含糊其词吧 顾左右而言其他 就是在核心的问题上 谁都没有去去把它挑明 这是中方这边的 他那些东西我们就不太说了 因为那个说就是中方那边 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他的那些话 我们看了这么多年 中共那个发言 你都能想到吗 就是那种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话 实际的内容反而在中间 讲的比较少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不妨听听美国这边讲的 这个可能是更加符合实际 美国这个商务代表 莱克希泽啊 他讲的是这么几点 张太公把他归纳了一下 我给大家一读 然后我们把它综合一分析 这个事情就能看出一个 走向吧 他是这样的 莱克希泽说呢 就是第一个 美国先取消了12月15号 要增加了这个15%的关税 然后第二个呢 保留了原有的2500亿商品的关税 就以前2500亿加的这个保留 第三呢 另外呢 的这个1200亿商品的关税呢 减半至7.5 这以前是加了15%的关税 这个是1200亿的 那么现在把它减半到7.5 然后第四呢 就是中方承诺两年内增加购买2000亿的美国商品与服务 就是两年内增加到2000亿 我从这个字面上理解是这样的 它不可能是一年就增加2000亿 这个我估计中国它也做不到 它可能是第一年增加多少 第二年的时候增加到2000亿 我理解实际上 它不可能是一年增加1000亿吧 我觉得这个美国可能又不会答应 那么这里头呢 就包括了采购的这个400亿的农产品 今天早上我看新闻说 有的时候承诺的是这个500亿 那么最后来个细则讲的这个话 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吧 说是400亿 然后第五呢 就是中共呢 要进行这个结构性的改革 和解决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 大家以前知道吗 就中共在引进外资的时候 那就说了 我们市场换技术 这个产品在一定的时候 你要强制转让技术 这是中共以前一贯的一个做法 这次可能就跟这个中国的一些结构性改革 和知识产权呀 这个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条文 这个挺多的 一共说要签了九章的 我认为这个所有的协议里头 第六条是最厉害的一个 它包括了一个这个协议执行的一个监督机制 而且据我今天看的那个 有的文章介绍是说 这个监督机制主要是美方的 美方他现在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态度 他认为多年来你中国 我讲话不算话 我美国讲话是算话的 你中共这边一旦不执行这个协议了 我美方这边 有单方面的来处理这个争端的这样一个权利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可能现在中共那边不好挑明说呀 这个协议你一挑明说 就是丧权辱国的协议 应该是争端或者叫第三方解决 或者是大家协商解决 但是美国这回应该是提出来一个单方解决方案 就是有问题了 我美国方面就能来处理这个事儿 那么这个呢 美国透度是这样的 这个协议应该是很长的 包括的范围也比较多 那么这个版本肯定是多少轮讨论吧 刘鹤你看这来来回回 跟那个莱克希泽他们谈判 谈了多少轮 十几轮我都记不清了 这个协议一共是有九个章节 这里面包括了什么 协议的文本序言 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 食品和农产品 金融服务 汇率透明 扩大贸易 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 最终的条款 这样的是九个章节 他涵盖内容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江太宫觉得这个协议呢 就说可能会签 签的 就是不会像前面几次 就是 一次一次这样的 来忽悠这个川普吧 但是大家都看明白了 这一年多 就是中共在忽悠川普 那么川普也很配合 就是让你忽悠 那么忽悠的结果就是 全世界的人都看明白了 中共就是个大忽悠 所以 你们不要说川普笨 川普这个是个演技很高明的一个人 真是让张太宫说 就是一个苦情戏 为什么这个协议 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签成了 让我说呢 他主要是有三方面的东西 是美国认为还是可以的 第一个是 中共承诺会购买美国的东西 那么这个贸易战的 这个争端起源在哪呢 是中美贸易 他们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共的贸易额 7000亿 对不对 那么7000亿里头 结果是啥呢 是美国买中国的5000亿 中国买美国的2000亿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这中间就是 逆差有3000亿 那么如果说 中共他承诺 尽快吧 一两年之内 每年提高2000亿 那么等于说他达到4000亿 美国这边5000亿 这基本上就差不多 就是个贸易的逆差 就不会太多 就这个目标 从表面上看 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农产品的采购 农产品的采购 因为美国是 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 中国是 这个美国的第一大 农产品进口国 同样中国的也需要那些东西 你看现在这个猪肉 对不对 那猪肉的价钱 那就是因为 你这个饲料 饲料你需要什么呢 你就需要大豆 美国是最大的这个大豆产地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想 它是2015年到17年 中国是买了美国 242亿的农产品 那么到这个贸易战开始以后 18年 这就降到了162亿 到今年 1至10月份 只买了104亿 这个就 这样的份额比较大 如果说 中国能购买 美国的这个 400亿的农产品 那么对 美国的农业 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这个你看 大家也要算经济账的 我觉得我们这 吃光群众 看这个问题啊 不要老说 那个政治账 对不对 那个你政治那个账 有的时候 最后我们是一厢情愿 习近平是中国的人民领袖 对不对 川普是美国的总统 他首先要替美国人民去谋求利益 所以咱们不要把消灭中共的这样一种想法强加到川普的头上 那么川普可能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第一件事是什么 先要美国人民满意才行 然后这里头就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监督的机制 为什么前面一直谈不拢搞不定 就中国觉得这种监督机制要公布出去以后 丧权辱国呀 确实有点打脸 但是美国好像一直是坚持这一块 那么我想咱们最后的版本很快就能见到 如果说按照这个条文签下来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美国并没有吃亏 据说是2020年的第一个星期 然后刘鹤到美国来签合同 这现在是说的一个较为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这也就是十来天了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我在这呢 后面呢咱们来评论这个事情 就是很多人美国一说要签这个协议就非常失望 因为很多人把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寄托在川普身上 希望川普能代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普世价值观 或者一种正义的力量吧 可以这样说吧 去把中国给灭了 对不对 就应该把中国弄的各方面把它掐死 那么你想想在这个打仗的过程中嘛 谁知道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那你贸易战也是一样的嘛 你关税给中国是提高了 那么同样美国的一些产品的价格也提高了 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出口的东西可能也受到一点影响 因为这个全球一体化也是弄了这么多年 它要有一个转变可能有个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 在这一年贸易战的这种交锋下 那么中共这边损失应该是更大的 美国的损失可以说很小 不能说没有 是相对比较小的 因为在这一年里头 美国的失业率依然是这么几十年来最低 经济发展是最好 对吧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经济向好的一个标准 但是你中国呢 你是GDP掉到了最低 这么多年来掉到了 现在要提出这个保五增六了 对吧 要五到六之间了 这个你想 下滑的是多厉害 而且这个产业的这种 可以说产业的这种垮台吧 大家自己在国内搞经营的应该更清楚 那么 可以说是向下滑的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在这个交锋中 谁失去了更多 大家能看到 实际这个贸易战就是一种消耗战 它就看谁能扛到后面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川普跟习近平啊 实际上也都在一个当口 你从这个协议上面来看 美国并没有吃亏 同时美国该对中共的制裁 依然在有嘛 香港人权法的通过 这个维吾尔人权法的通过 包括对这个中共一些高官的制裁 那些东西在这个协议中并没有涉及嘛 如果像有的人理解的 这次习近平又把川普涮了 那怎么叫涮呢 应该是让川普把这个关税全免了 然后把那几个 这个什么法案再符定了 那你才叫你习近平全胜了嘛 那你现在等于说 人家该加的依然在加嘛 关税依然在有嘛 只是把1200亿 给你说15降到了7.5嘛 那个15%本来就没有加嘛 对不对 你怎么能说是中国胜利呢 不要这样去理解 等于说这些东西 该有的你还在有 将来这个关税逐渐向下 是这次协议的目标 就是双方在这个往后的这种 看这个协议的执行程度 如果执行的好 那么关税 这个等同关税 或者是关税为零 这实际是现在世界上各国 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么关税向低 这是大家现在都提出的共同目标 那么就看 中共遵守不遵守 这么多年来 从他入WTO以来 大家也一直都看到嘛 中共这就是说话不酸话嘛 这一贯是这样的嘛 所以 这次这个呢 我们还要比什么呢 比这个川普跟习近平 实际这个事呢 说穿了也就是他两个人在斗争 他两个人在斗争呢 也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川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要赢得大选 这是他的一切 他如果赢得不了 他这四年已经快完了 他就再多的政治理想也都实现不了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也需要一个美国人民满意的协议 那么执行不执行 那先有的这个协议才能说执行不执行 如果这个协议给他竞选加分 那他就成功了嘛 那当他当了第二届总统以后 那你中国不执行了 那我再想办法来弄你嘛 对不对 从这个当务员上说 我觉得川普这个 是对的 这样做是很对的 你再看他现在 这个民主党想弹劾打得跟疯了一样 抓了那些案子 你看这些都是不要命了 不要弹劾川普 对不对 那么实际 他也有压力呀 你看那川普真是今天说发了 我看那个介绍说 今天是发了一百多条推特 对不对 那证明他的这个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 他很想发现自己 对不对 他很想通过这个推特 直接的向他的这个选民 来表达他的心思 他而不是通过这些媒体去加工 就通常今天发一百多条推特 你来看 这是川普 对不对 另外你们不要觉得川普傻 好多人都说是 川普那真是头大脖子出 不是什么就是火服 对不对 那咋可能呢 川普是这么精明一个人 那你看一看 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 谁赚到便宜了吗 就赚到便宜的那个人 才叫聪明人嘛 对不对 你们自己可以算算这个账嘛 对吧 这个也不用我去跟你说了 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嘛 谁占到了便宜嘛 然后你再看看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 说句实在话 也是焦头烂额 习近平今年 突然在他的这个任期里头 加了一个贸易战 这个实际我认为是他没有想到的 在他执行他宏伟的计划 当这个人民领袖 带我们奔向共产主义的这个路上 突然出了个贸易战 我觉得也是打他的一个 错不及防 所以他呢 一直用这个拖字绝 拖字绝 不断的去耍赖 不断的这样去弄 为了赢得时间 结果 这个中间真是人说 那个 乌漏偏锋连英语 这一下香港事情又闹了半年多 好不容易现在才平息下去一点 然后这个美国又连续通过两个法案 香港人权法案跟这个 维吾尔人权法案 然后紧接着是对新疆里面 抛出了制裁名单 这一下中国内部可能炸锅了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急急忙忙宣布 我们新疆这个集中营全部结业了 对不对 这个尽管他是忽悠这个全世界的 但是你还能看出来 他为什么以前这么多年 他都不宣布结业 他在这个时候就宣布结业了呢 那这个就能证明他是有压力的 他不光是有外部压力 他内部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 对不对 他怎么会突然去宣布这个呢 所以像这种独裁专制的领导人啊 他的压力也是很大 而且他的压力 现在是外部内部都有 包括他的这个团队内部 都是有这种压力的 你想想 他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把这个美国的事情先搞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哪怕你这个川普不要针对我了 让我缓一口气 咱还是以前 蒋介石说的那个话 我觉得蒋介石那个策略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让外必先安内 你让我缓一口气 我把我自己的班子整数清楚再说吧 所以他的这个协议相当于给川普送了一个大礼 就是给川普的这个竞选加分的 那么我想川普如果说是个很聪明的人的话 肯定也会偷之一套 抱之一礼 这个你不要怀疑 这些人都金的跟猴子一样 不用你多说 对不对 大家去琢磨琢磨 那么习近平现在你看啊 他这个事情很严重 他内部的事情很严重 内部现在这个经济结构呀 各个方面 不是像那些专家讲的那样 生活在国内的人应该是更有体会的 你只要是个搞经营的人 你都能体会到 那就普通的老百姓也能体会到嘛 你现在这个物价 对不对 生活的压力 找工作 多么的困难 银行的挤兑 房地产的这个 这种停滞 而且有的地方是这种降价 他都是压力 那么这些东西 共党这样的一党专制 他需要啥 需要上下一心才能办成事 他现在 我认为上下跟他不是一条心 一条心的 可能是一部分 那有一部分 像上面从这个江湖时代 就提起来的干部 是不是跟他一条心呢 对不对 你现在这些事情处理了 你看前两天又处理了那个 新疆那个叫什么 努尔白克利 对不对 那他肯定是不相信 那那种人他都是江湖时代 被提起来的人 他肯定会不相信他们 所以这样的干部还很多呀 那你要换到哪一级呢 所以我们人民领袖 习近平也是很头大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是需要跟川普 缓一下 这两个人都很聪明啊 国内嘛 所以美国的事情先放一放 川普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让我把我国内的事 弄安定再说 这就是老习的想法 那么川普也是这样想的 不要添乱了 让我把总统当了再说 为什么川普一个临时协议他也要 他以前曾经说过 我们要就要一个全部的 他最后什么一个连临时的协议都要 他也是为了他下一届能当到总统 好吧 今天就讲了这么多 这个事呢 大家心态放平稳 你不要把川普当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想这些事情都能想得开 谁比谁聪明 那么你要看谁为谁了 对不对 都很聪明 川普为了他的总统跟美国人民的利益 因为他俩是捆绑的 美国人民得不到利益 不给他投票 不给他投票 他下台 那么习近平是不一样 习近平底下是14亿的韭菜 他要团结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党内的这些官员 他的权利来自于党内官员的认可 他要把这块搞定 那么十几亿的韭菜 那都是小事情 但是他俩都需要搞定 这就是他俩面临的处境 所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停战协议 需要有一个协议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